天上海 天上海 我們對於陳光新的歌 其實大家都很熟 《恭喜恭喜》 《夜上海》 這些勞歌 大家都聽過 或者可能哼得出 我們在TVB 就算不是每一年 可能選一年都會拿去歌唱 我覺得做演員 或者我們就算做普通的觀眾聽眾 做得不太好 就是當你聽完之後 享受了 聽了 欣賞 但你不理它背後的故事 你不理作曲家是誰 我覺得是一個很無知的做法 所以導演這樣說 他說其實他在想這套劇的時候 他排這套劇的時候 他是想大家 將這個被忘記了的人 記得原來這些那麼厲害的歌 曾經是影響香港樂壇 帶起國語流行曲的一個人 到底是誰呢 其實去年在我離開之前已經在談 其實在今年2019年 演的 我想應該足夠時間去排 錯百感很大 很不愉快 第一個星期 很多人都拿著劇本 邊讀邊演戲 我邊讀做不到戲 我唯有記了一些東西 我如果記到的話 最起碼排的時候 導演可以收拾 是結束的 但是開心地結束 還有有整班的演員們 一起去做這件事 那個滿足感是很厲害的 可能以前拍攝很趕 很闖絕 量要很大 東西要很快 現在 相反 是可以慢慢去想 用一樣的認真去做 那個滿足感不一樣 你不可以擔心太多 那 剛才你說 英國回來香港 其實最大的 推動是 我25歲的時候 就想 如果我25歲不做 那一個例子 我現在40歲了 如果我還在英國 在做著 找某某公司的經理 那我想著頭 15年前 我有這個想法 那我就很愚蠢 沒有 因為我沒有告訴她 我做甚麼 我說回來香港 有很多不同的機會 香港其實是 東南亞地區 一個中心地帶 其實回來試 應該試到一些東西 當聽到你說 你考到藝粉班的時候 她就在嘴 那我回來香港 試到 很開心 在TVB 認識到Sara 結婚 有個小朋友 很開心 下一步 家庭有的 之後就想自己事業 如果你要想到 我要拍電影 我要跟著故事 拍這部電影 我要賺到幾千萬 才離開TVB 那你有這樣的設定 就不用想了 我不是這樣的貪心 我是貪 貪新機會 貪不同的東西 如果離開之後 其實是試過不同的東西 又試到 那現在做舞台劇 又愉快的 又開心的 那已經是成功的了 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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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這一年的自由度 是給我一個 我不會錯過 家裡有很多東西 很感恩 如果再忙一點的話 可能會經常見到兒子 說話 說話 帶她出街 游泳 不開心 開心 那太太會不會哭 她有點接受了 接受了 其實大家都是把對方的位置 不是降了級 是兒子加入了 這件事開心了 因為兒子從小的時候 就已經培養了這個睡覺習慣 就七點多就睡覺了 那又不會太惹氣 那七點打後到晚上 看看戲啊 吃飯啊 都有的